前方白色叫車駕駛找路 慢速開在車道上 後方駕駛耐不住性子 當場開罵 你把王溪駕駛在那裡趴 你把王溪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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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王溪駕駛駛 正火一觸即發 兩台車就停在馬路中央 咬下車窗 你來我往大聲叫囂 後方王溪駕駛飆駕駛 但對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惡狠狠的下車理論 手上還拿了一把鐮刀 這把鐮刀長度起碼 三四十公分 可不能開玩笑 王溪駕駛事後打電話報警 原來當時拿著鐮刀的 頂行駕駛 疑似為了找路 車速慢沒打方向燈 雙方因此發生口角 行車糾紛鬧上法院 法官說拿刀的 罵人的兩邊都有錯 一般來說 我們原則上 不會判到這麼重的刑度 不過是因為說 這個被告他在行車糾紛之後 他要拿鐮刀下車 那這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恐嚇的行為 我給你也不能坐一會兒 你再坐一會兒 你趴我趴在那裡 趴在那裡 白色轎車為了找路 切車倒車速又慢 後方車輛不滿大標國罵 丁信駕駛下車拿鐮刀威嚇 雖然事後達成和解 但街上遲刀已經觸犯刑法 恐嚇危害安全罪 罵人的王興駕駛被判拘役二十天 緩刑兩年 還得繳交五千元做公益兩百俱傷 至於六萬兵點加七五彭新 雲林報導